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 Joshua 陈源 哈喽我是 Apple 陈子佑 今天跟我们分享拍摄期间 那你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你要不要先来还是我来 那我说吧最大的挑战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 唯一一个女孩子嘛 所以其实呢 要跟她们混在一起 起初会有点尴尬的 因为很多时他们男生 一些话题有可能 我又觉得很不方便啊 是 可是而且去 在兵营里面呢 厕所又是很远很难找 有时他们男生去厕所很方便嘛 可是我一个女孩子呢 去厕所要走的比较远 然后一定要有人去陪我 那拍摄的时候呢 就那些 坦克车啊 那种装 装甲 装甲什么 那种装甲呢 就比较难应付了 因为我们不会嫁嘛 就一定要他们的那种 armor man 来嫁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提升 帮我们嫁啊 然后在装甲上面的时候 也是蛮危险的 有 因为我们拍了三部 我们都习惯 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嘛 都习惯 习惯 讲话比较方便 所以Apple来 其实他也是蛮貓 他有配合我们 可是起初我就不好意思啦 是是是是 他们也是害羞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不好意思 但是他慢慢 他说他开始 跟我们一起混了 就蛮开心的 所以乃木是你们NG最多次的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吗 我们两个只有一场 我们一场 那一场蛮开心的 我也很喜欢那场 其实不是很多NG 那个蛮顺的 因为诺不在 如果个人的呢 个人NG最多次的 最多啊 我们都不像诺啊 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表现都挺好的 只有一位蛮出名的演员 你们应该听过吧 其他演员应该有讲过吧 他是最出名的一个NG王 很多人都提起 我觉得最最难的就是也是 以我所说在 坦克车里面的对白 因为如果真的在里面 要讲话呢 就很吵 然后我有一场戏就是 在坦克车上面 要喊一些那种 command 然后我就又听不到 导演的指令 因为他是在前面 另外两车 然后又要拍 所以我就一直讲 我就不懂讲对 还是讲错 还是几时要讲 几时不要讲 因为他又要 抓那个警啊 那个车又在动啊 所以那场戏 就会比较难 有可能就要NG好几次 而且 而且他又不可以直接看 就是我们拍完了 那个车停下来 他才可以看 playback 然后才知道有什么问题 而且那个 playback 又是很小而已 所以那场戏都 他很像拍了不止一天 对 除了那个NG 又不是很大的问题吧 是 所以你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吗 所以说彼此的印象 带给彼此的印象 是怎样子的呢 哇 我还记得 他们刚跟我们 宣布选中了Apple 我们都有 私底下有调查一下 哇这个人哇 还有John 我们说我们蛮兴奋的 看到他 他真人比较美 所以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容易过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 每天拍 12到18个钟 所以很难过 但是看Apple 就好一点 不美就不好过 你看到吗 我每天会对他 真的不好过 因为 我们不会都一样嘛 一直看播出很险的 有一位美女是 让我们的生活 比较舒服一点 OK 我第一天见到你 就是 script rip的时候 是是是是 有没有惊讶 看到我胖胖的样子 没有耶 没有啊 因为我之前在 那种 press的东西 就已经看到你胖 可是那时候我不懂 你是为了这部戏 你以为我是 我是想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可惜 可是 我们在对稿 因为我们拍摄之前 我们会对稿 然后 第一天看到他 他是最friendly的一个 对 他是会比较会讲话 跟 让我觉得 比较舒服 因为其他都很害羞 嗯 那就 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 哈哈哈 如果我喜欢你 我会跟你讲 我喜欢你 所以你比较喜欢 戏里面胖胖的他 还是现在这样子的他 哦 他 呃 每个人都喜欢胖胖的你 对吗 那些boys都喜欢胖胖的你 boys喜欢胖胖 因为他们 他们被我威胁 因为他们觉得我帅气样子 他们就没有戏眼的 所以他们被我威胁 但是观众 我觉得观众 我反而不喜欢胖的我 嗯 那你呢 我觉得 我喜欢胖胖的你 哈哈哈 可是 讲真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分别 他的脸还是那么帅 还是这样 他胖在身体而已 他胖在肚脏 对 如果他不脱衣服 没有那场脱的戏 没有人会注意到 我真的看不出他的肚脏 而且 他的脸还是帅帅的 哇 还要走 真的 可是胖胖比较好抱嘛 哈哈哈 而且比较有安全感 在这期间你们有没有什么难忘经历 或者是哪一幕你们觉得很搞笑 很有趣的 对 我要讲这个 因为 其实我在戏里面 只有 一对一的那一场就是跟Apple 所以 那时候 我们对稿的时候 就OK 就没有什么feel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 可是很重要 对对对对 其实那场很重要 但是我们 我觉得我那时候对稿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我就OK 这场OK 就觉得很平凡 但是我们on set 梁导有 帮我们吩咐啊 给我们一些tips啊 advice 慢慢那个feel就变得 哇 很好玩 我最喜欢就是跟Apple那一场 嗯 对 也是很可爱 就是进班公司那一场 对 他要repress book out 那场是 很好玩 很好玩 然后效果出来也不错 嗯 他们都说很好 嗯 然后你一出场 再加上一个音乐 他们就笑了 哈哈哈 你讲Mem很容易唱 什么唱胸 唱胸的 然后就后来就这样 是是是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观众啊 不容错过这部电影的原因吗 哦 我来吗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是因为我牺牲了太大 我六个月增肥 然后花了三个月瘦下来 所以总共是九个月的 耶 怀疑你是九个月对不对 哈哈 九个月的过程哦 所以啊 现在虽然我瘦下来 但是如果你们要看胖胖的 就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Abois to Man 4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因为 很少会有装甲的这些东西 所以也是很难得 再加上 现在又有一个女生 因为很多时候 这种兵营的戏啊 Abois to Man 一二三都是男生 他们了解的都是男生的东西 很少会有一个女生出现的 那可是现在就可以比较了解 女军官她们到底是怎样 她们不是你们想象中 一定是要很Man才可以做女军官 对 她们有不同的手法来应付很多东西 所以也是值得看哦 嗯 我觉得在新加坡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女兵 你去那种短头发 就很粗鲁 不是 你可以很漂亮 你可以很坚强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在兵营拍摄的时候 都看到很多女军人 是是是 就可以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女军人 不是大家所思的范围 所以每次都是那种羞羞的短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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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